说赤壁敖兵用火攻 运筹决策尽相同 若非庞统连环祭 恭谨燕能成大功 到这么一首定场诗 咱们就接演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今儿说到底 九十一回 您一听这定场诗 若非庞统连环祭 恭谨燕能成大功 就知道今儿要说到庞统献连环 黄盖黄功夫施苦肉 看德看德润献诈祥书 这回到庞统献连环 又是热闹回幕 咱们又进一个新的大包 合同年又过去了 新包又续上了 这些位书座又来了 每人又都花了这个票钱了 刚才有一位说了 在宿舍里边 这会儿疫情正隔离呢 一个宿舍五个人 一块听书 我刚才也跟他说了 麻烦让那四位把票钱补上 他给分销出去 他给分销了 虽然说退票处在阿富汗 但是这买票的就在眼前 这个金 反正哪不好走 这退票处在哪 大伙又来了 太高兴了 91回到100回 上回书的 说书的时候咱们说了 打开书的时候 真是没想到 有朝一日 咱这书能说的100回 那时候也不知道 能坚持说多久 反正慢慢往下说 这么一眨眼 两年过去了 疫情还没完呢 刚才有人问了 说这三国说完之前 这疫情能不能完 不好说 但甭管疫情能不能完呢 咱这个三国呢 必然咱们咱们说 说到底为止 咱们说高兴为止 只要大伙愿意听呢 老杨呢 肯定是志诚成 给大伙往下说 这个 往常呢 咱们这个 这个大包一叙上呢 一般来说 头一回啊 就是抽点鞋啊 什么的啊 反正咱们从这个开说 三国演义到现在啊 90回说过去 这个鞋呢 也送了大几十双 是肯定有了 但是抽鞋呢 是这样 就是毕竟呢 每回呢 得到这个鞋子呢 是极少数 每回咱送个两三 两三双 两三双 还有几位手撞 也不怎么老是他 好大 怎么老是你 是吧 咱们这个 这里边这么多书座啊 还有一些书座啊 从来没有得到过 没有抽到过这个礼物 没有抽到过奖品 没有拿着过鞋 所以我想呢 买了这个新包的 这些位书座呢 你看诸葛文章说了 从来没得到过 杨哲说了 比如说我 从来没拿着过鞋子 那我想呢 买了这个新包呢 您从90回 91回 听的100回 老杨说评书 您听100回了 而且是花钱买票听的 那真可以说是铁杆的数作 啊 您想咱们一开始是 是五回数一卖 五回数一卖 五回数一卖 好像是卖了 卖的20 我记得啊 好像卖的20 从20回开始 咱们就10回数一卖了 20到30 30到40 40到50 50到60 60到70 70到80 80到90 这个91到100 是吧 这个10回数一回都续了 8回了 然后再加上开始那4套 这8加4就12套 您在老杨这儿 这个听评书啊 买票啊 已经买了12套票了 后边呢 打20回以后呢 10回书 咱们 咱们一卖的时候呢 差不多10回书是 是160多块钱 170多 160多块钱 在这儿听老杨说书 差不多人均 这些被书做的 花得有2000块钱了 真不容易 这个年月 人均花2000块钱 在这儿听老杨说书 真的 哎呀 我们那是无以为报 真的 志诚诚诚的 这个感谢大家 我这两天我琢磨琢磨 咱们凡事又买了 这个包了 一直听的91回到100回 真听的100回的 这个书做 所有买了这个包的 那必然都是 一直听上来的 这些位书做 但是咱们这个包里 无论有多少人 我想想咱们 咱们准备个什么小玩意儿 不见得支多少钱 但是咱们有点意思 小玩意儿 咱们这回尽量做到 人手一份 好吧 所有听的这个100回 老杨这说书 听的100回的朋友 咱们这回 咱们别再抽鞋了 抽鞋还是极少数 咱们这回 咱们准备个什么玩意儿 咱们人手一份 哭藏说了 送白菜吧 确实 现在什么都没有白菜之前 上海的是吗 反正是那一代的 反正是那一代的 确实你们还是不容易 白菜我们是送不起了 必然是不如白菜之前 但但愿比白菜有点意思 咸言少去 咱们就书接上文 上回书 正说到 蒋干 蒋子义 二度国将 被周瑜 送到西山安之中 派两位当兵的 一个赵钱 一个孙礼 看着蒋干 不许往这江边溜达 蒋干 无奈之下 银野之间 从这后门出来 往南溜达 见山路之中 有一间茅草小屋 里边有烛光闪亮 事业是满天星斗 蒋干 信不而行 奔着茅草小屋走 走进这小院 摘耳细听 就听见有人 在茅屋之中 谈剑作歌 是背诵 孙吴兵书 兵者国之大事也 死生之地 存亡之道 不可不查也 蒋干往前走 一看这茅屋 柴飞半眼 门半开着 往里边一看 里边有一个人 这么一转身 一边谈剑作歌 一边寄送孙吴兵书 一转身可给 蒋干吓坏了 这位长得够15个人 看半个月 长太寒扯了 身高八尺 看身材是极其的 魁伪大脑袋 拨了头 两道把抓的眉毛 斜插入天仓 一双怪眼圆翻 狮子鼻 鼻孔朝上翻着 一张大嘴 海下 是一步求然 往脸上看 是黑中透紫 紫中透黑 紫黑紫黑 这么一张脸 五漏朝天 怎么这么寒着 那是半夜 你想想 天都黑了 蒋干不看则已 这一看 吓子就出了声 哎呦 这一出声 屋里边这位就听见了 敢问屋外何人 这位宝剑还侠 往外走 一推门 支妞妞 一推门 来到了门口 一看 一看蒋干 敢为阁下何人 在此偷听 您怎么在这听我 背诵兵书啊 在外边占多少功夫了 蒋干一看 赶紧往后退两步 抱拳兵手 误犯先生的尊严 我是正好从这走过 听见先生在屋中背诵兵书 因此上颇感好奇 故此我就驻足于此啊 实在是叨扰先生了 不爱不爱 敢问先生尊姓大名 不敢 在下是九江蒋干 哦 九阳 九阳 也不知道哪儿九阳 那敢问先生的高明 人家问你了 你是谁 蒋干也得问呢 敢问先生的高明 您问我 某襄阳人 我姓庞 名统 自是原 蒋干 这一听 心头一动 妈的妈 我的姥姥 庞 先生 莫非您 您您您您 您就是那 凤厨先生 正是在下 哎呦 这大业里的山中茅草屋里边 愣让我是偶遇凤厨 您就是襄阳 庞统 庞世元 人的名 树的影 耳朵里边灌满了 今天在这碰您了 哎呦 凤厨先生 我实乃是三生有幸 哎呦 蒋先生 客气客气 来来来来 来 屋中续谈 庞统 把蒋干 让到屋里边 俩人分宾煮落座 庞统 给漆上这么一壶茶 给蒋干 倒上茶 在这坐定了 蒋干说 那 庞先生 庞先生 您报京士之大财 为何隐居于此 您在这干嘛呢 谁能想到啊 山野之间一个小茅草屋 您这大名鼎鼎的庞统 凤厨 您在这儿 干嘛呢 这是 蒋先生 是这么这么一回事 我本居住在襄阳 曹兵 兵屯的汉上 占据京乡九郡 京乡 有不少 有识之士 人才都过疆 亦与投奔江东孙权 我呢 原本也想投奔孙权 可无奈 那周瑜周公锦 是周瑜小儿 自视才高 不能容物 他不容我 我想在他手下做事 他不容我 他不用我 有周瑜这么一阻拦呢 我也没法觐见孙权 故此上 我就隐居于此 现在我上哪去 还不好说 我也没琢磨好 哎呦 庞先生 以公之才 以您这才华 您这大名 何往而不利啊 天底下的诸侯 天底下的人主 谁不想得到您啊 啊 庞先生 哎 我这么跟您说 现而今 曹丞相 兵屯百万 将列千元 沿江下寨 时刻就要下江东 是一统天下 扫清还宇 那曹丞相 实是盖世之英主 既然周瑜不容 世元先生 你何不去投奔曹丞相 哎 蒋先生 说着容易 哪有那么简单 我虽有降曹之心 我也知道曹丞相 哎 人家都说 曹丞相 盖世的英主 是李贤下室 这个人非常的了得 我欲降曹 可无奈 谁人引荐呢 谁带我去呀 我不能舔着脸 我自个儿去 嘿 这不巧了吗 世元先生 小可我 久将讲干 您认识我吗 我这不今天刚认识您吗 您认识我就行了 实不相瞒 我乃曹丞相 仗下木斌 我在曹丞相 价钱 是听用吗 这回我就是奉 曹丞相之命 二次过江 前三 我来了一回了 庞总说我知道 其实 嘿嘿 我来了一回了 哎 这回我二度过江 结果呢 我让周瑜给我送这西山庵里边来了 我呢 想走呢 我走不了 所以我从这西山庵后门出来 我这么一溜达 我才碰上您 您如有 归曹之心 嘿嘿 小可我 愿做这引荐之人呢 我带您去不就行了吗 那可太方便了 曹丞相 闻您这盖世的英明 您要去了 丞相不定得多高兴了 哎呀 既如此 我就多谢紫义先生 哎呦 不客气不客气 可太好了 庞总说 紫义先生 既然您说咱们要去投曹丞相 是这样 事不宜迟 咱要说去 咱就赶紧走 倘若说被那周瑜小子文之 岂不要来害我呀 他不用我是不用我 他要是听说 你把我带到江北 要为曹丞相效命 咱还走得了吗 哎呦 您说的对 要不然咱赶紧 可有意见 咱怎么走啊 咱这往北走 奔着江边去 那西山安那里 赵前孙礼 那俩当兵的 看着他们俩看着我呀 不让我奔江边走 哎 紫义先生 不忙 哎 我 久在此居住 我知道有这么一条小路 可以绕过西山安市直至江边 您有船吗 我有船啊 我从江北坐船来的 我那摇船的 还陪我那小童 都在那船里等着呢 招啊 哎 咱们绕过这西山安直至江边 找着您的船 咱就能够奔江北 太好了 世元先生 那您投钱带路 你等会我收拾个包袱 好 彭筒 带着蒋干 出了这茅屋 寻一条小路 直至江边 摸着江边 找着蒋干这小船 船里边 这划船的还有这小童都等着急了 哎 正跟这转末呢 一看蒋干回来了 还带一位 天黑 也看不清楚长什么样 哎呦 先生您总算回来了 怎么回事啊 还以为您回不来了呢 等到明儿早上 您再回不来 我们就回去跟丞相报信了 赶紧走 赶紧赶紧 来来来来来 使袁先生快快登舟扫啊 一高之开 船离江岸 如风四殿 乘风破浪 是直飞北岸 这蒋干 就把这个庞同 给带回来了 蒋干可高兴坏了 这回我又立功了 上一回 我治江东探听消息 啊 让我把这周瑜给灌醉了 银夜之间 我道了这么一封书信 回去在丞相面前 揭发检举 蔡媚张允这两个恶贼 要不然丞相威矣啊 啊 你看丞相带我那个态度 脆了我好几口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回我又来 这回我又立下大功啊 虽然说呀 没到周瑜这营里边 把虚实探清出来 我这带回了襄阳庞统啊 凤厨啊 那丞相还不美的 鼻涂泡都出来 此次是断然要重重的 嘉奖与我高兴 那位说了 说这庞统多的能耐 多的腕呢 其实我小时候看三国 我看在这我就琢磨 各位我就琢磨 因为什么 一说凤厨 天底人全知道 灌的脸里全是 蒋干一听 蒋干一知道 跟曹子一说 曹子知道 没有不知道的 各位 庞统干嘛了 庞统现在干嘛了 庞统说宝谁还没定呢 是宝曹啊 是宝孙呢 是宝刘啊 平生至此 未立战功 说公杀战手 斗隐埋伏 镇前立功 也没有 说治理国家 跟张昭似的 治理一方的百姓 也没有 庞统厉害在哪呢 做下什么事了 说这人有能耐 咱们都说 他做过什么事 庞统您干过什么 什么都没干过呀 啊 卫立书勋 什么功没见过 怎么这么一说 所有人都知道 老朱说了 庞统水君多 也有道理 是吧 也有道理 搁现在这是重要的一条 说这跟很多 那叫什么 综艺咖 综艺咖没作品 是吧 拍电影 没拍过 拍电视剧 好拍半天 那决策让人都记不住 但也不怎么就有味 到哪 你一看那综艺上全有 一说好像也是著名影星 您拍过什么 谁都想不起来 有点那意思 那可能是水君多 你要说三国 那个年代 毕竟还没有水君 庞统凭什么 我小时候看三国 我就琢磨这事 就凭 水静先生 斯默德涛 这一句话吗 但水静先生 是不是味儿大 尤其在京香名士之中 这个味儿非常的大 水静先生 给他推广 大威护吹 是吧 关键呢 这个水静先生呢 人家 人家 人家推广 人家给他吹这方式 人家说的好 这句话朗朗上口 仿佛是旧式的格言 给天下的人主听 就这句 福龙凤厨 得一可安天下 这句话和捅的太高了 这句话里边有一个 有一个关键的点 关键的要义 各位记住了 记住了 就说这人其实没什么能耐 或者说也不见得没能耐 他没干过什么大事 你要把他往上抬 你怎么办 这一个重要的操作 这个招叫借腕 你知道吧 借腕 你把他跟另外一人摆一块 你就这么吹 你吹他们俩 他虽然没干过什么事 那位干过 福龙凤厨 得一可安天下 这凤厨虽然没干过什么 沈吉峰说了 卧龙凤厨何侃八二一分 蹭诸葛亮流量 一个意思 凤厨虽然没干过什么 没关系 卧龙出山 一把火火烧伯旺 二把火火烧心野 伯旺烧屯是白河用水 让曹兵是望颖而逃 到江东来 舍战群如 至极孙权 至极周瑜 这网上都直播了 谁都看见了 诸葛亮多厉害 诸葛亮他量啊 所以这凤厨 庞统虽然说 他没干成什么事 但是他跟诸葛亮摆一块 扶龙凤厨 得一可安天下 俩人得一个可安天下 水晶先生 斯木德操 把庞统 捅到和诸葛亮 同样的高度 你就知道 诸葛亮多有能耐 那暗含着言下之意 就是庞统也多有能耐 借味 就怕这个 俩人摆一块书 这是一重要的技巧 各位您记住了 日后您要是 需要商业互吹 您需要抬谁 您需要捧谁的时候 您比如说当着谁 您要捧这位 怎么捧他 他还没成事呢 您怎么捧他 您把他和已经成事的摆一块 这么往上推 他们俩得一可安天下 捧上去了 借味 比如说 你看咱们看这武侠小说里边 北乔丰南慕容 这就结尾 是吧 您看这个 您要说论武功 论人品 论财情 这慕容妇 哪一点能和乔丰相比 那毕竟是乔老爷 是不是 哪能和乔丰相比 到最后乔丰指着慕容妇 说我这等大好的男儿 竟与你同列 羞于与你同列 乔丰的原话 看不上慕容妇 但是江湖上是这么嚷嚷 北乔丰南慕容 你看慕容妇 你觉得他没什么能耐 始终他与乔丰并列 大伙知道乔丰有能耐 那慕容妇就也得有能耐 这就结尾 是吧 还有像我们这行里边 过去有一个著名的说法 什么呢 南王北宋 当然我也非常的尊重 这个王太兴 王老师 王太兴 王老师是广东电视台 但是咱们客观的说 因为在那个年代 中央电视台影响力之大 以及这个中国女排 五连贯这个过程当中 宋老师那个解说 快智人口 在那个时代留下的影响 以及宋老师那个华丽的语言和语言速度 到今天来说 干这行的都没有人可以相比 我就敢这么说 没有人在这个语言速度和语言的华丽程度上 能够和宋老师这个相提评论 但是呢 我们这行业里边一说呢 那就是南王北宋 就是在那个年代两个资格最老的 你北边有宋世雄老师 南边就广东电视台 就王太兴老师 那就是把王太兴老师跟宋世雄老师 那至于并列的位置 以显王太兴老师的资历 有多么老 他的位置有多么的尊贵 这也是一个意思 是不是 还有更多的呢 是什么呢 一般这个借腕呢 都是搭档 搭档之间借腕比较容易 来 这个特别典型的就是说馅儿 借腕 是吧 因为一捧一斗 一捧一斗 那必然这个这个斗梗的啊 是是是这个主角啊 捧梗的啊 按咱们说就叫绿叶啊 斗梗的 这是这是这个这个这个红花 虽然呢 说起来客气 老有这么个说法 说三分斗七分捧 哎 孙超说了 于谦向上皇后 三分斗七分捧 这话是斗梗的说 斗梗的为什么这么说 那是跟捧跟的客气客气 是吧 于老师确实捧的好 向上皇后 可有一劫 如果没有老郭 让您 买票 买这天价向上票 可贵了 听于老说 您去不去 肯定没有那么多人去 对不对 哎 大伙听向上 还是听这斗梗的 听这主角 我记得呢 这个 这个我小时候有一年呢 就是85年 徐冰冰说了 仍然听着 学学于谦 哎 这个85年 评过这么一回 十大孝星 这个十大孝星 不是中央电视台评的 也不是中央的 比如这个取协呀 中国取协呀 这些直属的 或者北京的这些单位评的 这个十大孝星 是哪儿评的呢 十大孝星是吉林电视台评的 但是当时这个 吉林电视台评这十大孝星呢 在行业内 所有听向上的这个 这个人群里边 影响很大 大伙很公认啊 因为有很多的 其他的地方电视台 一块携伴 而且最后 颁奖晚会 颁奖的时候呢 这些全国这些向上大外都去了 都去了 大家伙是会翠一堂 群英会翠 所以当时影响力很大 这个 这个 姚淼夫说了 是一马迹老师为首 那个 对就是那个 当时呢 就全国有很多向上迷呢 投票 咱最后是纯按票数 最后决定 这十大孝星 谁票数最多 谁排第一 然后按票数来排前十名 这个十大 十大孝星是谁呢 我跟大伙说说 85年的 85年 第一 排名第一 妙夫说了 马迹老师 马迹先生 刚演完宇宙牌详言 拿拿 火透了 马迹老师排第一 第二 是江坤 马迹 江坤 第三 是李文华 这个 第四 是侯耀文 第五 是赵岩 我不知道大家伙 这个 有没有听过的记得的 赵岩是给马迹先生量活的 有点胖 他其实赵岩 我爸妈妈还认识他 他也是外边 就是上山下乡 当兵 他当兵 然后调过来的 调到北京 这个过程 他们好像还在一块 赵岩 胖乎乎 然后 这个赵岩后边是 施胜杰 施胜杰 施胜杰先生 长得跟老太太似的 是吧 然后施胜杰后边是好爱民 好爱民 好爱民后边是 长宝华 这是第八了 长宝华是第八 长宝华后头是石副宽 第九 石副宽后头是高英培 高文培先生 第十 没有 没有孝林 孝林礼物上没有 十大孝星 85年就是最著名这个评选 里边没有孝林 哎 这个 这十位孝星 但是您看这十位孝星啊 您看这十位孝星 里边有很多捧根的 他实际上是一对都上来了 你比如说排名第一 马继先生 马继 赵岩 这是一对 赵岩 给马继先生 凉活 江坤 李文华 这是一对 哎 李文华先生 当时这个 嗯 还能说话 后来嗓子坏了 哎 李文华先生 给这个江坤 凉活 侯岳文 石副宽 这是一对 石副宽 石副宽 给侯耀文先生 凉活 哎 然后这个 施圣洁 好爱民 这是一对 好爱民 给施圣洁 凉活 是吧 哎 然后咱们再往后 这个 这个 长宝华 他搭档 没有入选 然后高英培 高英培先生的这个 这个 大档 没有入选 高英培 先生的这个 大档 给他凉活的是 范振玉 就是说 这里边呢 实际上有四对 大档 都是 豆根和捧根 一块入选 刚才你说了 说这 怎么孝林 没有入选 那还是 孝林 作为一个 豆根的 说的也好 但是呢 人家这个一对 你比如说 马济 赵岩 这一对 江坤 李文华 这一对 胡耀文 石富坤 这一对 大伙 记住 这屏幕形象 都是你捧根 豆根 一块 记住你 这一对 所以一投票 就俩人一块投 所以人家 无论是 豆根也好 捧根也好 人家是一对 一块入选 咱要说正经的 这个捧根的 这就叫借腕 大伙 听像你 还是听这豆根的 你还听这豆根的 说的好 捧根 这就叫借腕 其实他们这行业里边 咱们多聊会儿 他们这行业里边 其实规矩可重了 这相声那边 我们评书门 我跟他们 其实原来不是特别熟 但是后来呢 有一阵子 我老听这个 我老听这个 曹云金 我老听金子说像 去过几回 去过几回 曹云金呢 他那个搭档呢 叫刘毅 刘云天 毅名叫刘云天 本名叫刘毅 大伙叫大毅 我去了 我头一回上后台 我上后台呢 这个 他们有人带着我呀 因为你去那 你跟他们俩聊会儿天啊 哎呦 杨老您来了 哎 呃 这个金子在里头 金子在里头 那屋在里头 呃 大义在靠外边一点 哎 我一开门 我先见着 刘毅就是刘云天 这个大义说 呦呦 哥您来了 我们觉儿在里头呢 这是原话啊 我们觉儿在里头呢 把我往里边带 那个金子在里边化妆呢 穿大褂 穿着大褂 起来 哎 跟我聊 呦哥您来了 跟我说话 我们就站着 站在这 我站在这 跟金子聊天 刘亦站边上 那么金子跟我说话 我呢 是什么呢 就是我跟金子说话呢 这个说两句呢 你不能把人家 我觉得不能把人家这个 刘云天给干在那 是吧 我就跟藏金说话 我好像给我带你 我不理人家了 我跟金子说两句呢 我回过头 我也问大义两句 还行啊 听说刚生孩子呀 怎么样 我说 就是我说什么 我问一句 刘云天答一句 听说刚生孩子 挺好 您跟我们觉儿聊 多一句不说 我又问男的女的 女孩 您跟我们觉儿聊 我当时那感觉就是 规矩真重啊 你看 你看这个 于谦老师台上 也经常说 这是我们觉儿 是吧 包括出去很多场合 就是这个 这个捧跟的 他跟着去 没有非常大的要求 或者没有非得不说的话 他尽量不说 包括有时候台上 是吧 有时候风箱啊 开箱啊 大伙挺热的 底下一通着都哄 哎呦 于老师也唱一段 轻易不唱 就不唱 您来听 您是听我们觉儿唱 听他唱 我不能唱 我怕 我唱 我就搅和 我能唱 我会唱 我也不唱 所以呢 就是说这个捧跟的 管这斗跟的 这叫绝 斗跟的是绝 人家这行业是这样 说白了 这个捧跟的不是绝 所以您看这个 刚才说这85年 这十大小星 全国评选十大小星 这是影响力最大的一回 这里边有四个捧跟的 这就叫借腕 哎 就这么大能耐 所以庞统这也是借腕 你知道吧 扶龙奉厨 得一可安天下 诸葛亮 咱们一出事 嚷嚷动了 啪 庞统也起飞了 闲言少叙 这就不少了 畅那之间 就来自江北 到江北的水寨汉寨 蒋干 引着 庞统 上岸 这时候天 还是大黑天 大晚上 这个上岸 蒋干先 蒋干说 庞统先生 我先跟您 安排个地儿 咱们先 您先休息休息 您先睡一宵 明儿早上起来 我在引荐 您见这个 我家 曹丞相 既然我已然来了 就劳烦 紫毅先生 是速速 为我禀报 我都到这了 我还是想 速见曹丞相 好 蒋干说 好 那太好了 太好了 您啊 您 您在这等着 我呢 速速到中军主帐 去为您通明 蒋干跑去主帐 曹丞还没睡呢 还在这呢 一看 蒋干跑进来 面有得意之色 高高兴兴 又回来了 曹丞一瞅 蒋干这表情 曹丞心里就烦得很 上回就是这么 高高兴兴 回来的 啊 哦 紫毅 这回 又这么快回来了吗 哦 丞相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哦 这回 倒回书信来了 没有 这回没有书信了 啊 那这回 你前置江东 你是打探得什么消息 哎呦 丞相 那周瑜对我演讲 不日之内 急要破槽 这是多么重要的信息 那他们说 怎么破了吗 那没跟我说 呸 啊 你怎么还这么没溜啊 哎呀 他丞相 这回我可没白去 上回你也没白去啊 这回可真没白去 这回我给您带回一个人来 哦 上回带封信 这回带个人 带回谁来了 您可听说过 卧龙凤雏 得意可安天下 湘阳 庞统 庞氏 圆末 呀 啊 你带怎讲 庞统 让你带回来了 是啊 他在何处 就在帐外 你还不早说 快快快 随我出营 曹梦德 求贤若渴呀 一听说庞统 好人的名 树的影 高兴坏了 腾腾腾 是营智障外 一看庞统在那站着 紧走几步 来到庞统的面前 定睛观桥 好是够难看的 管那个 啊 在庞统面前 是身诗意理 哎呀 阁下 就是凤雏先生 庞统 庞氏园吗 庞统一看 草草 前呼后庸 有兵兵跟着出来 身披红袍 必然是草草 庞统身诗意理 成像 在下正是庞统 来来来 誓言来来来 礼仪面情 引着庞统 是同入帐中 赶紧 让底人过来看茶 分宾主落座 哎 蒋干这回美了 庞统 坐在上锤手 蒋干 坐在下锤手 丞相 啊 我是这么这么一回事 我是偶遇 士元先生 原来啊 是周瑜那小子 哎 自视才高 不能容物 庞先生呢 本来呢 从这襄阳 跑到江东 是想投孙权 但是有周瑜拦着 无法辅保孙权 我跟庞先生 这么一说 丞相您 思贤若渴 礼贤下誓 何况您现在 兵屯百万 将冽千元 沿江下寨 时刻 就要下江东 是一桶 是一桶还语 故此上呢 我就把庞先生 带回来了 庞先生 也愿意啊 在您面前 为您出谋划策 哎呀 士元先生 我今天能得到 士元先生的辅助 我实在是 三生有幸 没想到啊 啊 士元先生 这周瑜 啊 自视才高 不用士元先生的良谋 今天您既然来了 那太好了 您就在我这营中 哎 您就算住下了 哎 日后 您行兵打仗 斗引埋伏 我还要多多倚靠您 您还得对我 不吝的教诲 庞同一拱手 丞相 丞相修德过誉 素文丞相用兵 是用兵如神呢 啊 今愿意读 丞相的君荣 士元先生 今日天色已晚 您呢 呃 呃 赶紧 我安排您 这个呃 您有营仗 哎 安排您 吃点喝点 您是好好的休息 明日一早 我自当引士元先生 一睹 我这江北的君荣 太好了 丞相 丞相 那明日早见 我是早来拜见 书不要麻烦 第二天一早 吃完早 早茶 哎 这个没少吃 跟曹操一块 吃早茶 曹操 引着旁统 天光大亮 初得大仗 让军兵 牵过马匹来 二人是翻身上马 骑马直至高处 登高远望 这汉上 尽是秋陵地带 登高望远 是观看曹军汉宅 83万人马 沿江下寨 前后呼应约有三百里之遥 气势磅礴呀 这么一眼望不到头 二人在山上登高望远 曹操一指 这曹冰的汉寨 士元先生 您看我这兵马迎寨 是气象如何 哎呀 丞相 您看您这汉寨 那真是 一山 傍临 前后 顾叛 出入有门 进退曲折 虽孙吴再生 嚷居付出 也不过如此 哇 好 给曹操美的 鼻涛泡都快出来了 庞统 庞士元 夸人夸的也好 啊 您看庞统这词 一山 傍临 前后 顾叛 出入有门 进退曲折 最重要的后两句 虽孙吴再生 嚷居付出 不过如此 这个 说到这儿啊 咱们一定得屁 孙吴再生 嚷居付出 这一定得屁 前两回我看咱们这个 这个节目登的喜马拉雅上 一批啊 又有喜马拉雅的听众不乐意了 有的说说听了三十年北京评书了 说我给北京评书抹黑 啊 一批就不知道批哪去了 这位也不知道打哪听的北京评书 哎 这个 这个还是有些位呢 这个在喜马拉雅上听书的朋友呢 赶着听故事 哎 赶着往后听啊 这个 这些位朋友呢 我我咱们咱们先跟他们说两句 哎 哎 您放心 啊 到最后这把火把曹曹烧了 啊 确实点着了 好吧 我哎 您您把新歌肚子里 我跟您露个底 哎 咱们该批还得批 哎 为什么这个这个到这儿这点一定得拉啊 因为呢 咱们说的是三国 哎 其实老杨说过好几回了 不是说所有的点都要拉 不是说所有的事都要批 该拉的时候拉 不该拉的时候不拉 哎 但是咱们说这三国呢 咱本身说的是一部兵家之书 讲的是这排兵布阵斗影埋伏 说的就是兵 你说到兵这儿 说到兵家之祖 说到历史上这些位著名的军事家 如果咱们在这儿不批 在这儿不拉点 那就太浪费了 哎 所以无论如何在这儿得聊几句 啊 所以孙吴再生 然居复出 不过如此 孙吴其实大家都知道 哎 孙啊 这孙子兵法 这个故事 大家都听过 咱们不用再跟这儿磨叩 孙吴呢 从很多的这个 这个后世的称颂当中 说孙吴不败战神 啊 确实用兵如神 哎 孙吴呢 先后呢 呃 是鲁 是卫 是楚 为三国 带兵效力 打了无数的胜仗 啊 吴吴也不是重点 吴吴这人呢 我呢 我不喜欢他 为什么呢 吴启是鲁之时 他在鲁国 捅兵打仗的时候 他捅鲁国之兵 和齐国交锋 哎 都是山东那块 但是当时是两国 齐鲁之战 齐鲁之战 苗夫说了 人性差点 那人性是差点吗 那也太刺了 齐鲁之战 吴启他媳妇 是齐国人 没出山东啊 各位 他是山东人 他媳妇也是山东人 啊 就是他媳妇 化在齐国那边了 他是在鲁国这边带兵 哎 他说我要跟齐国打仗了 我媳妇是齐国人 啊 这不行 对方好像派了一个间谍 天天跟我一块睡觉 如何向王上交代 王上岂不宜我 三军岂不宜我 这媳妇不能留着 不 给媳妇宰了 不是人 各位 啊 那不是人性差点的问题 那不是人 哎 吴启咱也不多说了 啊 孙子也好 吴启也好 在历代的兵家之书当中 拉点当中 故事当中 其实大家听的都不少了 关键是这四马仰居 四马仰居说的少 哎 真正批到四马仰居这很少 为什么呢 其实四马仰居这个人呢 平生未遇大战 就没带过大兵 没打过大仗 哎 那些明冻千古的大战 是吧 你一说周朗 那火烧战船赤壁摇兵 有代表作 您说孙子 您说吴启 您说这些兵家 都各自有自己代表作 这四马仰居基本上没有代表作 没打过大仗 说没打过大仗 为什么后世还这么推崇他 唐统能说出这句来 啊 孙吴复生 这仰居复出 他能跟孙子吴起并驾 这这不叫戒腕 啊 这不叫戒腕 为什么他能听的 这个高度 这个咱们要讲一讲 四马仰居呢 其实呢 不姓司马 他姓田 齐国人姓田 齐国姓田的多 司马呢 是官 官拜 打司马 哎 哎 这人呢 有才 统兵打仗 治理国家 都有纵横天下之才 他呢 可是他是白神 就祖上不是当官的 说白了 在这个国家当中 没势力 没势力 那时候就不被人看好 大伙就不尊重你 您听咱们说 石破路诸侯 陶董卓 为什么大伙推崇 袁绍原本出 那还是因为四世三公 祖上都当三公 所以这人受人尊敬 那时候就这样 哎 这个田壤居呢 这家里边呢 没势力 哎 所以一直呢 做不成大官 是谁推荐他的呢 哎 您小时候都学过这个 这个 这个 课本啊 成语故事 燕子石储 燕英燕平柱 在齐景宫 驾前称臣 燕英燕平仲 在齐景宫面前 推荐的这个 呃 司马壤居 就官拜大司马 齐景宫 跟这个壤居 这么一聊 哎呀 确实 有惊天伟帝之才 是定国安邦之策 我想拜你为大司马 统戴齐国的军马 你看行不行 这个 田壤居说呢 说太好了 大王您让我当这大司马 那 虽我平生之愿 我愿意当 但是无奈有意解 因为我是白身 我祖上没有当官的 我唯恐 我在军中是 无有威望 我怕别人不服我 所以呢 您还得找一位呢 德高望重的监军 这人得世代为官 世代沾英 在军中又有一定影响 您让他呢 当监军 来军营之中辅佐我 他往我身边一坐 比如说您要把宝剑给他 上方宝剑 他怀里一抱 他坐我边上 我心里边我就有底 我脚底下就有根 哎 军中这些这个将领呢 也就都服我 哎 齐景说那好吧 我给你派一位这个监军 派这监军叫装甲 装甲 这个装护的装 装护的装 甲宝玉的甲 装甲 不是装甲车子装甲 来 这个派这装甲 哎 到这个起兵的时候 啊 那么军中 有十七禁令 五十四战 军中要这个点名过谋 罚放军情 这一点名过谋 装甲三谋不到 这是监军啊 这监军派你为监军 点名过谋 为何你不到 一某不到 二某不到 三某还不到 是有斩罪 这装甲干嘛去了 装甲 那大官啊 在朝里边有势力啊 哎 这些朝中的文武群臣 都哈着这装甲 平时也养尊处优 一直在朝中 这回要给这斯玛养军 当监军 要带军出发 出去打仗去 那不能让你轻轻松松走了 哎 大家伙得得得殷勤备至 得请这装甲吃饭 得送行 大伙送行 这一送行坏了 哎 这装甲喝多了 多摊了几杯 故死上三谋不止 来晚了 好 派人去将 来了 来了 还找劲坐呢 我这监军我坐哪 你坐哪啊 装甲啊 我身为大司马 即日兵马即将出征 点名过谋 罚放军情 是你三谋不道 适合道理 什么叫三谋不道 我没带过兵啊 什么叫三谋 没人跟我说 你这小小的司马 你祖上你当过官吗 你还敢跟我吹胡子赠眼 这朝中烟友斩我之刀 你要跟我怎么着 好大胆的庄甲 我推出去斩 刀不手绑不手 往上这臂 用妈肩头 挪儿背 给这位绑住 就往外推 三声追魂炮响 就要人头落地 庄甲一看 可要了亲命 哎 庄甲有守卫人 有守卫人玩了命的 往这都城里跑 因为这个兵营 就屯于齐都之外 就在都城之外 这位玩了命 往城里跑 找这个齐警去了 找大王去了 大王要了亲命了 您刚封这个司马张军 好 今天头一回点名过谋 您给派那监军 他要宰了他 监军三谋无道 这齐警一听 这哪行啊 这不是你让我给你派个 派个监军吗 我再给你派了 你再给我宰了 再说这位 好 祖上都当官啊 我把他宰了 这我们 这我虽然是国君 那么我的爸爸 我爸爸的爸爸 跟他的爸爸 他爸爸的爸爸 这家伙都有关系啊 你这头一回进军营 平时这都养尊处优 这人 头一回进军营 让你给宰了 如何是好 赶紧派使臣 派使臣前去救装甲 这位使臣呢 坐在这马车里边 这两匹马拉的车啊 两匹马拉的车 这马车如风似电 打这个皇宫出来 直扑军营 到军营门口 军营门前有小校阻拦 哪里来的马车 马车是根本没有减速 马沙拉第 咔一脚油 直接开进去了 马汤军营 直接是飞至中军大仗之前 这使臣下来了 刀下留人 还刀下留人呢 宰了没有 回禀大人已经宰了 脑袋都已经端上来了 好大胆 好大胆的四马扬居 我奉 齐王之旨 前来就这装甲 没想到我是人到这 他脑袋已然搬家了 你等着 你等着 你等我回去 禀报大王 有你的好果子吃 四马扬居端坐 这虎杖之中 率案之后 一点这个使臣 嘟你大胆 你以为你还回得去 你干嘛来着 你驾这马车 马踏军营 门口有没有小校拦你 你无有我的号令 敢驾驶马车 直至我的虎杖之前 你也犯下死罪 两边当兵的 这些大将一听要了亲命 这人疯了 上任动兵 头一天 先宰监军 现在要宰这个齐王的使臣 啊 要了亲命了 真要杀他 那也没有 四马扬居说了 你毕竟是大王派来的使臣 我饶你的命在 这还给齐王一点面子 但是有意见 你是自己来的吗 这位已经吓吓了 哎 一看这个 这四马扬居 这人 什么都不拎啊 啊 这人一瞪眼 我脑袋真得搬家呀 哆哆嗦嗦 我不是自个儿来的 还有谁呀 有个驾车的 有个驾车的 是他 哎 驾着这车 我是使臣 我坐在后边 我抱着齐王的王址 哎 是他带着我来的 好 把这驾车的拉下来 驾车的脑袋剁下来 你驾什么车来的 我两匹马驾着车 把左边那匹马拉下来载了 哎 那个时候左为尊 又为福 你这 这车 这个两匹马在前边 后边这车呀 车呀 呃 这车套搭的马身上 然后有这车杆 连着后边这马车坐人 把左边这车杆砍断 左边这马给载了 把这个驾车这仆人给载了 一仆人的脑袋 一条断杆 一马脑袋 你带回去回报大王 这位吓得是屁滚尿流 回去了 跟骑警这么一说 骑警按条大致 好 大王也见 我跟你说 好 果然四马扬居是治军有风 像他这样治军 还用什么监军啊 而且人家一时二刻就要出兵 我指人家带兵打仗 我跟他聊了 此人果然有惊天伟帝之财 定官邦之策 我得靠他 好 重赏四马扬居 帅兵取胜归来之日 是再有嘉奖 四马扬居带兵出业大仗 打赢了 不是历史上动名的大仗 但是打赢了 回来之后 后来四马扬居把带兵打仗之法 他写一本书 这很重要 你有书 你有作品 能流传后世 太公兵法 能流传后世 这四马扬居 写这本书 就叫司马法 他在司马法当中 其实最核心的 不像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 您看这孙子十三篇 其实讲的是具体你怎么用兵 攻杀战手斗引埋伏 如何用地形 如何借地势 是这些具体的兵法 四马扬居 这个司马法 其实主要不是 具体的兵法 他主要是阐述了一个概念 什么概念呢 就叫国荣不入军 军荣不入国 就是说你治国 有治国之法 治军 有治军之法 治国之法和治军之法 不是义法 不是一回事 你治国可以这么治 你治国 你面对老百姓 你要有仁慈之心 而你长兵 辞不长兵 你必须得心狠 再有一个国有国法 你在宫中 你在府中 那齐王 那不用说了 王者为尊 咱们有一套规矩 但是这套规矩 在宫中 在府中 可以拿的军中 不行 拿的军中 一切与军中之规为准 你再是大王 再是大王的监军 再是大王的使臣 到军中来 得听我的 必依军法从事 不然我就宰你 别跟我来这套 所以这时 实际上是最早的提出 就是国荣不入军 军荣不入国 这个说法 这个说法 或者说这个概念 这个理念 对后世 就是后世的兵家 影响极大 因此上流传极广 对司马扬居 实际上 这个故事流传不往 但是您要往后 您看这个 汉书 西汉大将周雅夫 巨匈奴 兵屯系柳营 当时是文帝 汉文帝 到军中来视察 皇帝车架 至军前 到营门之外 被当兵挡住 不许进 无有周将军之令 谁也不许进 就这么横 后来周雅夫出来 迎文帝 文帝 文帝是一代的明军 说亚夫 你是治军有方 这个故事流传千古 所以您要往后听 咱们这个三国这部书 您要往后听 到后文书 云长攻拔襄阳郡 关云长起兵攻襄阳 奔樊城 下的曹操 急于迁都 最后派大将徐晃 帅雄兵数万 接应曹人 徐晃和这个孙吴 吕蒙 最后前后夹击 击破关公 二爷走的麦城 徐晃在这打了胜仗 徐晃引军先制 曹操引军后制 到这来之后 一听徐晃如何破敌 曹操一拍徐晃的肩膀 说功名 你真是吴之亚夫 你真是我的周亚夫 这徐晃在曹操的心目当中 在曹操的军营当中 就这么高的威望 所以说徐晃也能带兵 周亚夫这个理念 就是最早就从这个 从这个四马郎居 这来的 四马郎居姓田 田郎居 因为官拜大司马 所以又叫四马郎居 从后世您一看 把这四马郎居就跟孙子 就跟吴启 还有谁 白启 大将白启 秦国大将 还有谁 韩信 九里山十面埋伏 困住霸王 还有谁 诸葛亮 跟这些位盖世的兵家 相提并论 也有人说他兵家压胜 就把四马郎居 给听到这个地步 他不是改姓 他是官拜大司马 所以叫四马郎居 这点必须得拉 只有用兵之人 方知兵家之典 您跟一般人说 这四马郎居是谁 谁还不知道 庞统这一说 虽孙吴再生 郎居复出 亦不过如此 那说的草草 心缝里去了 那都是懂兵之人 你夸得夸得到位 他毕竟可美欢 凤厨先生 修德过欲 上望指教 你这光吹我 光夸我不行啊 你再给我指教指教 我有哪儿 做的还有欠缺 哪儿还需要进步 您给我说一说 我丞相在愿意 观水寨 汉寨看了 绵延三百里 旌旗毕日 咱们再看看水寨 俩人策马下山岗 上一座大船 上这艘楼船 上楼船是驶入水寨 长江之上 只见曹军水寨 这也绵连百里之遥 这水寨 还是那时候蔡妹张云所布 向南分二十八座水门 在外啊 有这大楼船 如同城郭 蒙冲战舰 是在城郭之中 往来穿行 在长江之上 也是毫不壮丽 曹操 引着庞统 坐这艘船 在水寨中 这么一穿 在出水寨 上江口 回望 曹军水寨 庞世元 不由得 在曹操面前 又一条大母哥 城乡用兵 那真是名不虚传 夸闻曹操 庞统这么一伸手 往江东 一指 周朗 周朗 客妻 必亡 你准得闻 给曹操美的 哈哈 来来来 史元先生 咱今既看汉寨 又关水寨 来来来来 快与我回仗饮酒 早上吃完早茶出来的 这一上午 旱寨水寨 这一通的观赏 这到到上午到中午 赶紧回仗饮酒 文武群臣是列立两乡 虎仗之中 曹操命 来 好吃的 好喝的 尽管上 摆下大宴 是款待 庞统 温武在两边 也坐下 陪庞统 是一块吃 是一块喝 曹操做主 坐庞统 就坐身边 坐这上锤手 这位置 酒菜端上来 曹操端起酒来 跟庞统 俩人这么一聊 是禁论兵机 前说五百年 后说五百载 说的都是公杀战手 斗引MF知识 说的都是兵家的典故 曹操说上句 庞统答下去 曹操说上文 庞统说下文 对答如流 你别看 庞统没出来打过仗 那书是没少看 理论知识足够 跟曹操聊的 这高兴 曹操也高兴 果然当事的大财 怎么那么大能耐 这人怎么那么能说 太好了 一边说 一边吃 一边喝 酒过三巡 庞统看着也没少喝 紫黑色的脸 好 黑紫黑紫 这会儿黑红黑红 把这酒杯往这一放 丞相 我敢问一事 凤初先生 你是尽管问来 敢问军中可有凉衣服 凉衣 好大夫 凤初先生 你怎么了 是您哪不舒服 还是您家人身上不爽 要找大夫 怎么了 长鸡眼了 在哪啊 不是我 不是我用大夫 那谁用啊 丞相 是才观丞相之水寨 我因见水君多吉 吉须良衣 我看您这水君 可有不少生病的 大船上边有人跟那儿 挖挖吐 好 庞统一句话 点中曹操的心事 曹梦德心中一动 咬了命 确实我这水君多吉 清徐之君不惜水战 再有水土不服 跟这操练 生病的那就多了去 哎 天天在船上这么一走就有兔的 哎呀 凤初先生 您真是说的我心坎里去了 确实我是水君多吉啊 生病的不少 丞相 丞相之水寨虽妙 可惜办法不全 嘿 您看没有 刚才说了 让您别老吹我 别老夸我 啊 我这还有什么可改进的地方 您可得给我说说 这会儿 说的重点上 说的要命的地儿了 您说呀 啊 我这水寨之法不全 您给我来个全的 怎么才能全呀 丞相 丞相所率人马 尽是清徐之兵 北方之兵 不惜水战 是大疆之众 潮生潮落 旁统酒杯 往桌子上这么一搁 俩手 这么一身 大疆之中 潮生潮落 是战船颠簸 北方之军 本身不惜水土 哎 再加上 在这船上这么一摇 没病也生兵 用不着交兵 这就得恶心想吐 这自然多吉呀 丞相 我说的 可是这回事 嗯嗯嗯嗯 凤初先生 你说的太对了 那有什么办法 谋有 掖测 丞相 你可将 大小战船搭配 或三十艘 为一排 或五十艘 为一列 首尾 用铁锁铁锁连环 大钉 相连 都给他连上 三五十艘船 为一行列 铁锁连环 再在大船之上 是上铺 扩板 上边你再铺上板 好 一艘船 在江中啊 潮生潮落 这船上下颠簸 您是三五十艘船 为一排 再是风浪滔天 您这连环战船 也是稳如平川 何况上铺扩板 非指军兵能走 马翼能行啊 如此清徐之君 再有水战 那必将是奋勇当先 那谁还生病 谁还吐啊 到那时节 北军战船 沿江而下 与江东水战 那东吴人马 虽然说以水战文明 但如何与这铁锁连环相抗 那怎么跟您打呀 哎哟 曹曹一听 酒杯往这 一放 站起身来 毕恭毕敬 走到庞统面前 身实一礼 非先生之良谋 安能兵马下得江东 多谢先生 哎呀 丞相 庞统也站起来 丞相修得过谦 此乃是庞统 于浅之见 还请丞相 自裁 您自个儿定 我还裁什么呀 太好了 曹曹 回头坐这 往这一坐 赶紧 让这军官上来 吩咐下去 军中铁器营 打造铁锁连环 铁锁大钉 按照 凤厨先生 庞统庞世元 说的办 三十五十 为一列 两个水军都督 毛戒于尽 这事就着落在你们 二人身上 是速去办来 得令 这俩下去办事去了 曹曹高兴 凤厨先生出的这招 这可太好了 我在船上 我一坐船 我也慌 我怎么没想到 都穿一块 这不航空母舰吗 上铺扩板 飞只能走人 马一能行 飞只走马 我飞机都能飞起来 这庞统交给我 这干了航空母舰了 这人马战船 要是在下江东 那不是手到擒来 可太好了 端起酒杯来 再敬庞统 俩人又喝了几杯 庞统又一兵手 成相 既如此 我这回来 也就是这样 我知道很多江左的豪杰 其实打心眼里 都看不上周吴 都有降曹之心 统愿回得江东去 平存 这三寸不烂之舌 睡江左豪杰市 进来降曹 到那时 周瑜身边没了人了 周瑜就孤家寡人 就焉能不败 孙武若败 刘备 又焉能久迟 成相 成相必然是平定天下 曹操已经太好了 庞先生 您在京香名士当中 也颇有威望 只可惜 那诸葛亮明珠案头 他保了 刘备了 但是您能保我 好 这就是我平生之幸 您到江东去 把江东的豪杰都招来 如有怨祥者我是一律收纳 到那时节 等我平定天下之后 聚各封侯 您列位都是高官得作 骏马任其 风妻印子 特别是您 等我平定天下 您当位立三公 曹子这都许出去了 庞统 我要是统一天下了 庞统你就是我当朝的三公 同志此来 我是非求富贵 我十位就江东的百姓而来 我还有两个不情之请 还有俩不情之请 还有俩什么事 丞相 第一 九文丞相仁义之兵 下江东之后 秦住那孙权与周瑜 可江东的百姓 还望丞相 勿要杀戮 江东的百姓都不容易 江东的百姓 也愿意顺天应人 哈哈哈哈 曹操操乐了 我乃替天行道 焉灯杀戮百姓 还有一个事是什么 我还愿求榜文一副 哦 您求什么榜文啊 啊 凤厨先生 我求一一副榜文 这榜文啊 我挂家门口 到时候您江北百万雄兵过江而来 百万雄师过大江啊 嗯 哎 百万雄师过了大江 您把那总统府这一战 好 那时节 玉石俱焚 要是您约束不住 我这一家老小 是难保我们的残生 万一呢 哎 我有您这么一副榜文 我往家门口这么一挂 这就是我单书铁券 免死的金牌 您大兵到日 到我们家门口一看 我们家就住江边不远 一看这家挂着丞相榜文 底下有丞相大印 这不能进去 这里边人一个不能杀 我们全家就全都保住性命 哈哈哈哈 哎呀 凤厨先生 你想得周全啊 那岂不是便宜啊 来来来 哎 赶紧笔墨伺候 曹操刷刷刷点点 写这么一张榜文 啪 盖了一自个的这个 这个丞相的大印 军印给盖了 把这榜文这么一卷 凤厨先生 这榜文您收好 哎 日后可做保家之勇 太好 多谢丞相 拿过来 兜里边怎么一揣 嘿 庞世元 各位 啊 这个庞世元 您看这庞统信连环这段 庞世元 这套说辞 各位 一 是做戏做的好 您还没过江呢 我先跟您说 我有两个不情之请 您过了江了 您破了孙吴 您一统天下 江东六郡 八二一州 这些老百姓 可都拥护您 可都是顺天应人 您可别宰老百姓 另外您把我们全家保住 就跟您啊 已然过了江一样 哎 多损这细作的多真 就跟两队打比赛 这弱队 这弱队还没打呢 哎 这个赛前一握手 过去都握手 一会儿完了 你们上哪 庆祝冠军去 都是这样 哎 晚上要不然喝的时候 也叫上我 好 一会儿比赛一开始 不一样了 急了眼了 一看 今天奔着赢来的 前面那段 这就是作戏 哎 庞统这作戏跟那一样 再有一节 各位 我看这段的时候 我就琢磨 什么呢 自个儿给自个儿 留条后路 庞统献连环 你知道 这周瑜这把火 到底烧得起来 烧不起来 毕竟孙武五万人马 草草拨万的雄兵 啊 倘若说你献这连环计 草草搭起来这航空母舰 到那时节 大兵渡江而尽 铁锁连环战船 兵囤百万 降列千元 东吴这把火没烧起来 江东如何抵挡 根本你就抵挡不住 你怎么跟航空母舰抗 本来要在江中一动武 你这水军 你还占点优势 现在人家航空母舰 全都搭上了 人家那么多兵 你怎么打 倘若说 周廊火攻之际不成 东吴必败 东吴若败 各位 我这张榜文就保我全家 再有一点 这铁锁连环计 反正是我献的 我也是草草席卷江东的功臣 我给自个儿留条后路 那位说曹操就这么轻信吗 这也没看出来 其实曹操也不是毫无察觉 咱们今天这个定场诗里边说了 士比奥兵用火攻 运筹决策尽相同 诸葛亮说火攻 周瑜说火攻 庞统说火攻 黄盖出来都说火攻 世人就想着火攻了 曹操没想着 但是曹操知道一点 您看后来曹操也跟承郁 跟巡忧都说了 龙东时节 焉有东南风气 这时候都西北风 他们要用火攻烧着他们自个儿 这风打西北来往南吹 它烧不着咱们 所以曹操不拒 虽然铁火连环 把战船全都连在一块 曹操不怕 说庞统算着没有 士比奥兵要用火攻 用火攻哪有东南风 龙东时节哪有东南风 庞统也没算 庞统也没算 曹操也没算 周瑜也没算 您往后文书听 忽然之间忽辣了 齐帆招展 大齐齐角 在这面颊这么一服 一桩是浮起在心头 大叫一声 口吐鲜血 哭腾堂地上 到那时候周瑜才想起来 我要火攻破曹 没有东南风哪行 曹操没想起来 周瑜没想起来 庞统恐怕也没想起来 这没想起来 这都不如诸葛亮 临江会的时候 诸葛亮就杠上刘备了 前子龙将军11月20日 甲子日 在南平山下等候 到那天我山上戒风 我为什么南平山下等候 我当时山上戒风 诸葛亮那个时候就想好了 那真有多天地造化之法 鬼神莫测之术 那位说了 鲁迅先生讲了 撞诸葛之多志而进妖 各位没办法 三国演义 就得这么说 既如此 彭统领了榜文 就败别曹操 丞相那就是这样了 我现在就回江东去 我凭我这三寸不烂之舌 我睡降 江东群鹰来降 我走之后 丞相铁索连环战船 可速速进兵 曹操送出大帐之外 彭统败别曹操 独身一人直至江边 这艘船 蒋干这艘船 带他过来 这艘船 还在这等着 曹操派 这艘船上边 有这少工 有划船的 送庞统 再回江东 庞统往这艘船上 这么一走 前边这条腿 刚上这艘船 往上一脉 后边这条腿 还在岸上呢 就在此时 后边有人砰 走过来砰 一把是 薅住了庞统的后脖领子 在后背上就拍了一下 庞统 庞世元 你好大胆 啊 庞统 闻听此声 是心中一动 就听后边这位说了 庞统 那黄盖 施苦肉计 看泽献诈相书 而你又来献连环计 你是怕此间八二三万人马 烧不尽绝吗 只把庞统吓得是三尸神爆跳 灵魂出窍 回头一看 哎哟 熟人 徐术 徐元旨 元旨 你在这儿啊 啊 世元 你这计可够毒的 元旨 我这可也是为了救江东万民 百姓 光你江东六郡八十一州 那是百姓 此间八十三万人马 就不是人命吗 元旨 我听你这么说 难道说你真要在曹操面前 是说破我 记不成 你真要跟曹操说明白 诶 诗元 我母亲被曹操逼死 我早已立下重视 平生 不给曹操出一谋 不为他画一册 可有意见 我不愿说破 你之计策 可是我也是这八二三万当中一个 你这大火烧起来到那时间 玉石俱焚 我是如何保我的性命 你给我出个主意 保我的性命 你爱烧他烧他 我才不管呢 哈哈哈哈 既如此 元旨是扶而上来 庞世元在徐树耳边是耳语数据 俩人又扶掌大笑 庞统是驾舟而去 徐树回到营中 一两天的功夫 这曹营里边就嚷嚷起来了 嚷嚷的什么 说西梁马腾寒随 起二十万大军是直扑许昌 没片刻的功夫 曹操可就听说了 曹操难辨真伪 那个年代 那也不能发个微信 问问上网看看 曹操虎仗之中 据文武义士 说西梁马腾寒随 要起兵 奔许昌 献而进 不知真假 是如何是好 话音刚落 徐树 徐元之站起来了 说我既治曹英 魏力寸功 愿起一标人马 前往散官镇守 管教马腾寒随 不敢正视许昌 曹操虎仁太好了 徐元之 徐元之阻止多谋 有他镇守散官 我无忧以 元之既派你 率三千人马同往 我同时派大将脏霸 助你一臂之力 你二人前置散官 关上人马 也都归你来调动 徐树跟脏霸 率三千人马 前置散官 这三千人马 就算逃得性命 曹操送走了徐树 这回可高兴了 这边得了襄阳 庞统庞世元 庞统又说了 要为他去顺降 江东的英节 来降 要取江东六郡 八十一州 只是片刻之士 曹操上大船 至水寨之中 观赏水寨的风景 身后大骑 骑翻招展 袖带高扬 看身边这些武士 是虎抱雄皮 这一日建安十三年 十一月十五日 是天气晴朗 风平浪静 曹操传下命来 说今夜就在楼船之上摆宴 今夕何夕 我要和三军的将士 是同享此间之乐 各位 这才有一段燕长将 曹操辅食 接下来 借东风 诸葛亮 南平山 到后来 终于这才有火烧 展传